来了,他来了,宝岛政论节目的胡言乱语又来了。 台湾著名谈话节目关键时刻,最新一期节目中,财经专家黄世聪发表了一番高论,逗乐一众大陆网友,大陆人吃泡面一定要配榨菜,但最近一段时间,他们连榨菜都吃不起了。 关键时刻,是东森新闻台直播之谈话性节目,内容主要讨论新闻事件、社会结构、秘密或历史事件,也讨论既都市传奇及太空科学。 此前,台湾媒体人马西平的一句,台湾雷霆2000火箭炮,能搭载神经毒气弹,又依据东风快递是个国营企业,把这档节目推到了大陆网友面前。 如今,大陆网友的欢乐源泉又来了,昨晚播出的最新节目中,主持人刘宝杰和财经专家黄世聪,在节目尾声处,以大豆之战讨论中美贸易摩擦。 结合最近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破息的新闻,黄世聪认为这是大陆,吃了秤脱铁了心,要和美国刚到底,但恐怕现在是焦头烂额。 在他的口中,中国大陆现在很头疼,因为除了不断胶着化的中美贸易摩擦,加上香港、台湾问题频出,现在就连大陆内部都有问题在拖后腿。 此话怎讲?黄世聪,来来来我给你举个例子。 他说大陆有只股票叫茯苓榨菜,品牌旗下的榨菜,在大陆人心目中堪称泡面搭档。 但黄世聪错把茯苓的茯,读成了培。茯苓榨菜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左餐开胃菜生产销售企业,具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知名度。 其中乌江系列榨菜、萝卜、泡菜等系列是公司主导产品。 黄世聪提出了一个观点,从榨菜的销量和股价,可以看出大陆人的生活质量。 当销量一路上涨时,由此可见中下阶层的人民生活水平高,人人都吃得起泡面配榨菜。 但最近茯苓榨菜的股价一路下跌,销量大减,这话倒是不假。 据澎湃新闻5日的报道,茯苓榨菜今年上半年业绩不达预期,股价走势低迷,上半年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创上市以来新低。 不过黄世聪由此得出的结论,就很迷了,榨菜卖得不好,说明大陆经济低迷。 大陆人现在连榨菜都吃不起。 我跟你说哦,这就是个非常大的警示,所以哦,现在大陆人都超紧张的呢。 邮寄的2013年台湾教授高志斌称普通大陆老百姓,连茶叶蛋都吃不起。 又说台湾人在深圳火车站,吃泡面引起围观。 尽管在此后的多次采访中,他一直澄清称没有主观恶意,但只要提到茶叶蛋,并能引发调侃狂潮。 如今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代新人换旧人,新一代炫富神迹上线了。 只要你买得起一包榨菜,就是这条街最亮的仔儿,赶紧买包榨菜配泡面压压经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